镜头继续从甘肃往南走 我们来看看贵州遵义 这个靠乐器翻身的地方 那么过去因为交通不便 山里面的居民只可以外出打工 但是命运改变 就在于这极为返乡的农民工 把制作吉他的工艺带回乡创业 不但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模式 还把大山里面的吉他卖到了全世界 而昔日以烧饼闻名的黄桥镇 则是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 现在成为世界小提琴的故乡 年产值高达70万把 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黄桥烧饼远近驰名 如今烧饼小镇出名的不止这个 小提琴悠扬月身 改变黄桥镇村民的生活 黄颖斌原本是一位农民 如今靠着知琴的记忆成了村子里的大忙人之一 我的收入差不多一万多吧 我在六个人家 准备安装这个高级的琴头 手一好火就多 一年下来黄颖斌安装的琴头 至少四万多个 而远在五公里外的管淑琴 则专门制作小提琴的马桥 从拎起锄头下地干活到拿起工具 安装乐器配件 这种转变对他而言并不容易 但正是有至勤的手艺 让他挣了钱买了房 以烧饼文明的黄桥镇如今成了世界小提琴的故乡 年产值高达七十万把 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算下来全世界每三把小提琴 就有一把产制黄桥镇 耳螺目染下 村民们也开始培养音乐专长 这个是调音柱的 从这里头的音柱的 这个是对弦的 这一张是对弦的 他是黄桥镇最专业的小提琴调音师 被大陆国家氢工业乐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聘请为江苏的提琴产品的鉴定专家 专门替当地的作坊把关小提琴的音质 目前黄桥镇专做小提琴的企业 约有两百多家 对于当地人而言 想也没想过三十年前 上海两名知情师的记忆传承 能在当地形成专业的产业链 不过走到这一步 可是花费一番功夫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提琴制造商 凤林乐器出产的琴 过去只能低价卖 因为音色质量不如人 董事长砸了百万人民币当学费 买日韩意大利货 拆开仔细学 知情讲究一百九十祈祷工序 还开始倚注弹幕 做乐器 现在 我也考虑 其实用某种三年提琴 因为某些三年提琴 就长五十年 某种就长五年 全中国有一百五十一个某种 就是我们这个签名 就适应好多年了 2017年 黄桥镇居民的人均收入 超过一万五千元 与过去相比 人均收入一百分之十的速度 逐年的增加 无独有偶 这个地方也用乐器翻转人生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吉他 眼前的总经理 过去可是一名农民工 15年前到广州的吉他工厂干活 2013年他返回家乡创业 替吉他做代工 更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 一个就是只要在我们公司上班 凡属于精准贫富 每人每月都翻两百 有薪资又有补助 农民们纷纷投入 形成吉他产业链 还外销到海外 过去大山里的农民 只能种东西为生 如今却能靠着制作吉他 每个月赚纪元台币2万元 农民工的返向创业 让大山里的吉他 也能走向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